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战新闻 春节连续假期将至 县长林明珍10号晚间由县政府警察局长吕欣才陪同 分别到中间新春、南投等分局及辖下派出所 慰问执行年节治安维护工作的远警、义警、 弥防及守望商助队等人员 并制证新春礼盒 感谢他们在行业中执行牺牲奉献 今年重要节日甘全维护工作 从2月3号到2月17号为期15天 县长林明珍、警察局长吕欣才 及警察自由理事长简充金等一行人 首先来到中心分局贵勉 他特别提醒大家 执行工作时要注意保暖及执行甘全 更要特别感谢义警、民房 几手挖降组队等职工朋友 愿意牺牲春节假期 那民众开心过好年 过年这段时间 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能够安全地在家里过年 所以我们警察同仁非常的辛苦 这个重要的节日 他们都要援手在自己的岗位 林县长在李局长沛头下 先到中心分局、光明派出所、南投分局 及半山派出所等单位 围绕接城远景及职工成员们 左边的市区首望相助队成员们也都到场 为了治安、为了交通 各方面他们还是没有休息 保护我们人民的安全 所以警察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面 他们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现在县长跟局长还有我们经由协会的检理市长 主任、副主任都来给我们检查通论 这个加油打气 为了维护县民春节假期的平安 新政府启动中药节日干群维护工作请勿 林县长表示 今晚全县分区同步进行 所以慰绕执行人员新党会 也祝福大家青春愉快 并赠送春节礼合等位文品 而检理市长也执政加菜金 挥绕执行人员洗脑 接下来三观用馒头采访报导 可以打执行人员洗脑 然后就还要去吃中国 和着